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妙招派 每天分享使用的小妙招 风油筋在夏天时候 我们用的频率也是非常高的 那么风油筋在生活中 也可帮我们解决一堆麻烦事 给更识明点留意一下吧 风油筋的第一个妙用 可以用来清洁手机屏幕 像平时手机屏幕上面 会有很多的灰尘 而且油纸也是比较多的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的将粉油精的滴上去 然后呢利用纸巾来擦拭 因为呢粉油精中呢还有酒精的成分 不仅呢可以将手机呢快速清洁干净 同样呢也可以快速的挥发干水分 这样呢根本不会破坏到手机 大家下次一个试一说 第二呢我们还可以直接呢将粉油精呢滴在纸巾上面 随后呢将粘有粉油精的纸巾呢塞入到鞋子里面去 因为呢粉油精中呢还有酒精 可以不断的挥发出来带走鞋子里面的臭味 同样呢也可以为鞋子增香 覆盖鞋子里面的臭味 这样呢我们调一圈的时候呢再也没有意味了 大家也可以试一声 粉油精的第三个面用呢可以用来去除热油精硬机哦 像平时呢在桌面上呢做一些手勾火的时候呢 利用上热油精不小心的弄在桌面上不用担心 这个时候呢直接呢将粉油精的滴上去 让它涂抹一会儿然后呢静置一分钟 静置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热油胶的印镜呢已经慢慢起来了 接下来呢我们直接呢将它擦拭干净 大家可以看到桌面上的热油胶印镜呢已经完全去除了 这是因为呢粉油精中呢是一些可溶解溶剂 可以轻松的去除热油胶印镜非常不错 第四呢像平时呢我们收快递的时候呢上面呢有我们一些重要信息 如果说不去除的话那么隐私就会泄露出去 就可以直接呢将粉油精呢滴在快递单上的信息部位 然后呢给它揉搓30秒 揉搓30秒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快递单上面的一些信息呢已经被去除掉了 根本都看不清楚了 大家下次呢也可以使用上粉油精来帮忙 因为呢粉油精中呢还有酒精的存在 里面呢还有乙存 乙存呢可以去除这些笔记哦 第五呢像很多男性朋友呢想要戒烟又戒不掉的话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呢借助到粉油精来帮忙 将粉油精呢滴在香烟上 因为呢粉油精呢非常清凉 这样呢我们在点烟香煎的时候呢 抽它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辣喉咙 这个时候呢就没有抽烟浴碗 就会达到戒烟煎烟效果 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哦 金的妙用呢大家都学会了吧 另外呢去除鞋上视频非常简单实用的 等一下视频主要视频我们下次再见